8月22号情人节 男朋友带我回家见父母 未来公婆不作妖 作妖的是他们家的奇葩亲戚 第一次见男朋友家父母 我见识了什么是熊孩子 还有温柔可怜的小白花 才出了电梯 我远远就听到前面房子里传来的笑声 1106的门是虚掩着 是江测家 我和江测一前一后进了1106 开门那瞬间 满屋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 客厅里也满是瓜果皮 不大的客厅坐着数十个人 男女老少朝我看来 年长的一个老大爷 笑眯着眼开口 哟 是小测和他媳妇回来了 江测拉我进来 一一问候 大爷爷 二爷爷 大伯 二伯 大婶 二婶 我则很尴尬的站在一边 江测亲戚的目光都打亮着我 那样子恨不得我把八光细看 我站在那里 就像一只误入人群的猴子 我心里有些不悦 可想到是江测的亲戚 也没有表露出来 江测的妈妈听到动静 才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八月份的天 很燥热 江测妈妈额头都冒着汗 见我到来 她笑得温和 小溪 欢迎欢迎 快坐 快坐 边说 边招呼我坐下 可沙发上全坐满了人 她拉着我坐在一边的椅子上 我手里还提着礼物 递给江测妈妈 阿姨 这是我给你和叔叔买的营养品 江测妈妈笑着接下来 江测妈妈和我说了几句 又回厨房忙碌了 她一走 江测的亲戚就立即围了上来 朝我问东问西 我很尴尬 想寻找江测的帮助 但江测也被她那群大爷爷 二爷爷缠着 顾不上我 婶婶 你的裙子上的小花真漂亮 我想要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白裙上就有一个黑掌印 还使劲扯着我裙脚的小花 而这围着我这群七大姑 八大爷并没有阻止 嘴里还念叨着 二娃子眼光可真好 这朵花像真的一样 侧她媳妇 你就给娃吧 这语气 没有商量 就是命令 我当时那个火 真想骂人 我冷着脸 松手 许是我的语气冷硬 二娃子被吓哭了 她这一哭 这群亲戚不乐意了 好像是孩子的妈抱起二娃子 黑着脸 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这婶子怎么当的 把孩子都吓哭了 第一次见面 你不给孩子见面里就算了 孩子不过是看上你裙子上的一朵花 你都舍不得给 要是让你进了我们江家 还得了 他们的吵闹声越来越大 惹得另一边老一辈男人的目光 江测目光看过来 忙过来 她拉住我 小西 怎么回事 结果 还没等我回来 二娃子妈就开始控诉着 侧弟 你这媳妇不行啊 不懂规矩不说 还脾气差 欺负你大侄子 江测先是看了我一眼 拍了拍我的手 她说 二表姐 今天小西第一天来我家 不懂江家规矩 你们别生气 来 我带了水果 我们去吃 江测可当了何事老 但我心里还是有气 狠狠地掐了下江测 瞪着江测 若不是看在江测的面子上 我转身就走了 什么人啊 到头来 还是我的不是了 二娃子却不一 吵着 不嘛 我要花 我要花 边哭还边抓他妈的脸 我冷笑着 看看吧 这熊孩子才是真的没规矩 果然 二娃子这一哭 惹得他爷爷奶奶 也就是江测的二爷爷 二奶奶心疼极了 他二爷爷将他宝贝孙子抱在怀里 安抚着 目光时不时地瞪着我 在我没反应过来的 江测二奶奶冲上前 拽着我的一脚上的花 使劲一扯 咔嚓 我的裙脚被撕烂 江测二奶奶将花给了他孙子 嘴里还心疼地说 爱的 我的大孙子 不哭不哭 给 我低头看着扯烂的衣角 气得心口疼 忍着火气 我看向江测 江测 你怎么说 江测也是黑了脸 看着他二奶奶不悦说 二奶奶 你这是抢 对二娃子教育不好 见江测替我出头 我便没有开口 他二奶奶一听 满是皱纹的手就打向江测 嘴里骂着 老四 你这孙媳妇都还没过门 就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你不好好管教管教 以后还得了 老四就是江测的爷爷 江测的爷爷脸黑的都能滴水了 大手一拍 江测 跪下 给你二爷爷 二奶奶道歉 虽他是对江测说的 可那目光却死瞪着我 江测气得也是全身颤抖 拉着我 就要离开 可我怎么能受这种气 快不上前 抢回二娃子手里的花 我的东西 谁敢动 就在我们要出门时 正好撞上买饮料回来的江测他爸 江测他爸不知情 看到我 笑着和蔼 小夕来了 快里面做 叔叔给你泡茶 之前江测和他爸妈视频时 我见过他爸妈 面相都很好相处 但没想到他家里这些奇葩亲戚 他妈这时端着菜也出来了 见眼前哭闹的二娃子 又见我们站在门口 他觉察到不对劲 放下菜 出什么事了 还没等我们说话 江测的二奶奶 气愤上前 拉住江测爸的手 控诉着我的罪过 嗯 是罪过 江测爸一听 黑了脸 目光又落在我撕烂的裙子上 我以为江测爸要站在他二婶那边 指责我 却没想到 他爸从包里摸出一个红包 塞到我的手里 小西 你别介意 我二婶他们年纪大了 有些老糊涂了 这个红包 你拿了 是叔叔阿姨的心意 等吃完饭 让你阿姨陪你去重新买条裙子 这温和又带着歉意的话 让我本怒火降了下来 我看了眼江测 他直接把红包塞到我的包里 朝我说 既然是爸妈心意 小西你就收下 江测妈听到原尾脸色也不好看 拉住我的手 小西 你受委屈了 来厨房帮我端菜吧 别理他们 江测爸妈很明事理 现在我强行走 就是我的错了 我点了点头 进了厨房 依稀我还能听见客厅里 传来骂我不知礼数的话 江测爸嘀吼一声 好了 各位都少说一句 小西以后是我家儿媳妇 我们做公共婆婆都没说什么 你们倒不乐意了 以前 你们娶媳妇 我爸妈可没说什么 他们被江测爸的话呛的不敢说 最后 江测又笑着说 爷爷 奶奶 叔叔婶婶 哥姐 侄子的 今天是好日子 我准备在家族群里发个红包 以表心意 经江测和他爸这一唱一和 这是算是过去了 厨房里 江母拍了拍我的手 语气恋爱 小西 你别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 他们都是老思想了 认为女人就该听男人的话 那二娃子是二房的宝贝孙子 宠得无法无天 以后我们少跟他们来往 今天我们不和他们计较 嗯 我表面上硬着 但心里想着 只要他们不过分 能忍就忍 我看着这一桌的菜 不由感叹江母辛苦了 这一客厅的人都没来帮一下 江测奶奶三年前去世了 江测爷爷平时也不跟江父江母住一起 住在乡下 用他爷爷的话说 城里有地砖 他怕摔死 有十多个人 所以准备了两桌 男人们做一桌 女人们做一桌 虽说江母把我叫到厨房里 说是端菜 可是江母什么都没让我做 说别弄脏了我的衣服和手 看着江母那忙碌的身影 我不顾他的阻止 端菜出厨房 我和江母都还没上桌 他们都开始吃了 根本没有等我们的意思 终于菜端完了 我和江母上桌后 才加了一筷子菜 江测二奶奶把他碗丢给我 测他媳妇 我要吃饭 这语气 这态度 我额头清惊 跳了跳 江母正准备拿过碗食 我已经站起身来 去盛饭了 不是怕了他 只是想着 毕竟是长辈 盛一碗饭不过分 有一就有二 盛了四次饭 我忍不了 直接把电饭锅端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勾唇一笑 各位长辈 饭在这里 多多走动 对身体好 我可是为了你们好 不是我偷懒 不用太感谢我 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嘛 我可不想还没嫁进江家 就要吃席 似乎意识到说错了 我洋装呸了两句 呸呸呸 我年纪小 不会说话 各位长辈 你们别介意 在这里 我敬各位长辈 祝你们岁岁有今朝 明年才好参加我和江策的婚礼 呵呵 气不死你们 句句不提死 句句都像是他们活不过明年 但我的话很漂亮 他们就算知道 也找不出出错 只好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江策看向我 暗暗朝我梳大拇指 江母也笑着给我倒了杯饮料 小夕 喝口水 润润嗓子 谢谢阿姨 经我这一顿输出 这顿饭吃得算是舒心了 不可不说 江母的厨艺很好 菜都很好吃 吃完饭 男女老少都自觉坐在沙发上 磕着瓜子 吃着水果闲聊着 只有江母一人收拾 我拉了拉江策 想说我们去帮忙 可江策被他几个爷爷缠着说要下棋 我无语 上前收拾 江母并不让 我只好说 阿姨 早点收拾 我们好去逛街 经我这一说 江母才同意 说实话 我家里条件不错 平日里有专门的保姆做饭 收拾家里 饭那些不会做 但下午茶甜点我会做 爸妈说过 女孩子不做饭可以 但有些东西要懂得如何使用 我和江母把厨房收拾完后 家里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我看见挨着江策二奶奶坐着的那个女孩 长相甜美 说话声音更是好听 时不时的还深情款款的望着江策的背影 而我身边的江母脸色一黑 女孩看到我和江母 站起身来 问候着 阿姨 我听说策哥回来了 所以就不请自来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人脸 江母脸上虽笑 却有几分疏远 她笑着拉过我 嗯 没事 都是邻居 常走动 对了 小瑶 这是我家儿媳妇 露西 很漂亮的女娃娃 话最后 还不忘夸赞我一番 我知道这个于瑶 是江策的邻居 跟他二奶奶娘家 好像有些关系 几个月前 江策回家吃喜 被他二奶奶悄悄的安排相亲 当时 江策立即给我打了电话澄清 那态度极为真诚 我虽然心里不高兴 但也明白这件事情跟江策没有关系 只是没想到 这于瑶还真是不死心 都追到家里了 不过 江母这态度是站在我这边的 我巧笑上前 于小姐 我听江策提起你 说你挺不错的 于瑶听到江策提起她 那笑得可是娇羞 真的 我看向一脸猛逼的江策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当然是真的 对不对策哥哥 江策被我这一叫 脸色已白 立即放下手中的旗 小夕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来 不是我开的门 滚 我推开江策 今天是我第一次见江富江母 这相亲对象都来砸场子 还当我陆希好欺负 于瑶听江策这一说 小脸白了白 特别是那双眼含着泪 策哥 对不起 是我打扰了 说着 就朝众人道歉 对不起 我先走了 这梨花带雨的样子 小说里的白莲花妹妹有照片了 此刻 江策二奶奶站了出来 心疼的拉住要离开的余瑶 小瑶 别走 是二奶奶让你来陪我的 我看他们谁敢赶你走 江母冷不嗖嗖地来了一句 乔二婶这话说得的 这外人不请自来 我家江策连话都说不得了 再说了江策现在是有父之父 对手难得 我低下头 抿着嘴偷笑着 我刚才怎么没有发现江母的嘴这么对人 我还以为江母是忍者呢 毕竟数十人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 还自己在厨房里忙碌一上午都没吭声 二奶奶一听这话 更不乐意了 气得连话都吐不清楚 策他妈 你 你 最终还是江策的爷爷重重地拍着桌子 好了 一个个的没大没小的 是不是连我这个老头子都不放在眼里了 江母收敛一些 爸 你消消气 你孙子还没结婚 你气坏了身子可不值 明后年 江策他俩还想给你添个增孙子给你抱抱 江策立即复合 是啊 爷爷 我这辈子就认定了小夕江策他爷爷是疼江策的 见江策都维护我 再不高兴都只好坐起和事老 二嫂 你别生气 孩子吗 不懂事 来 吃水果 最后 余瑶也没有走 乖巧地坐在二奶奶身边 时不尽地逗得二奶奶笑得和不拢嘴 她想讨好江母 可江母不给她面子 江母刻着瓜子 忽想到什么 她起身 回了房间 二奶奶见我落单 又开始作妖了 小夕啊 你不知道 小时候 江策这小子可亲过小瑶 还说长大后要去小瑶 若不是你 哎 可惜了 江策一听 明显身体一僵 朝看来 拼命朝我摇头 余瑶则娇羞地扯着二奶奶的衣袖 二奶奶 你别乱说 万一夕姐姐当真了 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 我会不安心的 紧接着 又看向我 真诚地道歉 西姐姐 你别生气 我跟策哥哥虽是青梅竹马 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上次是我唐突了 听听 这话 明里暗里都在说 他跟江策是从小认识 有情分 又说很久没联系 但又指出上次见过面 就是想在我心里埋下刺 我喝了口茶 漫不经心回了一句 嗯 确实是余小姐唐突了 在知道我家江策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还要往前凑 说好听点是为爱勇敢 说不好听点 就是知三当三 不要脸 于妖被我枪的身体直颤抖 她身边的二奶奶正想帮枪时 我又一脸委屈 于小姐 你别介意我说话太重 我也是为了你好 毕竟你跟江策是青梅竹马 情分是有的 这遇到的是江策 万一是别人 原配还不打死你 可这件事情 也怪不得于小姐 毕竟是长辈介绍的 哎 这个长辈也是为老不尊 对吧 于小姐 我衣服还是为了于妖好的模样 让于妖气得粉唇如动 却又说不出反驳的话 最后一句话落入二奶奶而里 她不像于妖会装 马上就朝我扑来 嘴里怒骂着 小贱人 老娘撕烂你这张嘴 江策一直观察着我这边的动静 她听到二奶奶的话 脸黑得要滴水 快不将我护在怀中 声音冷硬 二奶奶 这是我家 谁敢动我女朋友 江母这时也出来 见此情景 她围上来 二婶 小夕是小辈 你动手就是你的错 二爷爷自然都护着自家人 也是围了上来 嗓门一吼 测他妈 怎么 还想打你家二婶 江父眉头紧簇 站了出来 好了 好了 都是一家人 好好说 小瑶 你先回去吧 指明点性让余瑶离开 余瑶脸一红 道歉 江叔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这就走 西姐姐 你别生气 这一切是我的错 二奶奶是长辈 你不该那样说的 死 我真想抱粗口了 这小白花临走了 还要拉扯我一番 果然 什么人入什么人的眼 二奶奶对于小白花的维护很受用 拉着余瑶 小瑶 还是你懂事 二奶奶稀罕你 江母可忍不了 她似笑非笑说了一句 二婶 我也觉得小瑶不错 不如 让小瑶等几年 等涛娃毕业了 就娶她 你们还是祖孙 真好 涛娃好像是二奶奶的二孙子 今年大三 成绩还不错 二奶奶又被枪红了脸 结果还没等二爷爷和二奶奶生气 江父就直接开口骂道 云香 怎么说话的 人家涛娃是大学生 前途无量 小情小爱不能绊住她 是吧 二婶 此话一出 看似在骂江母的 但却是维护江母 又假意抬高涛娃 贬低于瑶 二爷爷和二奶奶被对得哑口无然 毕竟江父是夸赞自家孙子 于瑶更加是无地自容 不顾二奶奶的阻止 离开了 临走前 还瞪了我一眼 我不客气道了一句 于小姐 你放心 等我或江策结婚 让你当伴娘 呵呵 杀人诛心 江母这时拿出包里的红包 塞给我 小夕 阿姨的心意 收下吧 没等我拒绝 她又看向一家子长辈 对了 二婶 三婶 大姑 小姑 你们的见面礼 听到说见面礼 几人就开始找借口了 主要是出门急 忘了准备了 下次 下次 小夕 婶子一定给你补上 一个这样说 后面都这样说 直到 二奶奶这里 江母突然叫出声 哎呀 小夕 你这裙子被你二奶奶给撕烂了 但你别怨你二奶奶 想必 你二奶奶肯定给你准备见面礼 也当陪你裙子 既然江母这样说 我自然很配合 立即上前握住二奶奶那双被气得颤抖的手 二奶奶 真的吗 你对我真好 二奶奶 你真的太爱护我们这些晚辈了 以后我和江测结婚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来做我们主桌 二奶奶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说着 又抱了下二奶奶 我明显感觉二奶奶颤抖着身体 嘴里只发出 你 你们 但我和江母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二奶奶不拿见面礼可不好 我洋装手滑把江母拿的红包落在地上 里面撒出数十张毛爷爷 我惊讶 阿姨 你们一家人太客气了 二奶奶 你别拿太多 我怕我承受不起 二奶奶气得心口起伏 最后 还是二爷爷不情愿地掏出五百给我 我笑得开心收下了 钱收了 二爷爷和二奶奶 气汹汹地瞪了我一眼 向江策爷爷告辞了 不到五分钟 江策家的奇葩亲戚就走完了 江策爷爷也是气得白胡子直跳 拍了拍桌子 哼 看你们做的好事 都是一家人 以后怎么走动 不笑仔细 江父叹了口气 爸 是二婶他们过分了 这一次 本来我也没有打算请他们的 是二婶心不甘 还联合三婶他们过来欺负小夕 人家小夕也是好孩子 还没嫁到我们家里 哪能让他受这种气 江策爷爷张了张嘴 最终只说 毕竟是长辈 江母脸色不好 坐到一旁 爸 以前 他们就是这样欺负我的 我忍了 但谁敢欺负我儿媳妇 我不能忍江母的话 让我红了眼眶 俗话说 老公护着的女人 公婆不敢欺负 婆嫁护着的女人 外人不敢欺负 江策爷爷人老了 但心可明静 他也分得清 谁才是他的亲人 叹了叹气 行吧 儿子 你送我回乡下吧 城里我住不惯 江母看着满屋的狼藉 看向江策 江策 你收拾家里 我和小西去逛街 在江策家住了一晚 我就准备和江策走了 虽说我们是在一个城市 但不在一个区 区与区的距离还是挺远的 结果 才出小区门口 就碰上了余瑶 此时 余瑶提着行李 他爸妈还不停地嘱咐着 突然目光看到我们 他妈快不上前 小策啊 你们要回锦江区吗 顺便把我家小瑶带上吧 他正好去锦江区上班 余瑶含情默默地看向江策 我本以为江策会答应 毕竟是邻居吧 顺路的事情 但我没想到 江策拒绝了 他的理由是 阿姨 不好意思 我有病 医生说不能接触除了我女朋友的异性 我妈也不行 听听 这扯淡的话 他都能说出口 我努力憋笑着 最后 在余瑶不死心的目光下 我们上了车 本以为余瑶会彻底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 却没想到 第二天上班 公司说来了一个新人 居然就是余瑶 我看到余瑶 揉了揉眉心 江策这艳符可真是阴魂不散 虽说我知道江策跟余瑶百分之百没关系 可留一个窥探自己男人的女人在身边 心里总不得尽 余瑶一进公司 因长相可爱 声音软萌 一下子就俘获大部分男生的心 女人除外 毕竟异性相排 再加上 这些职场上的女性都是人精 又怎么看不出余瑶的妆呢 期间 江策来接过我下班 碰上过余瑶 她一脸猛逼 她怎么在这里 我喝着她买的奶茶 嗯 新入职的 江策 你这艳符可真阴魂不散 当晚 江策可是又向我表明真心 用她的话来说 就差把心挖出来给我 余瑶的到来 江策更加碾我 生怕我听信什么 一脚踢了她 毕竟当初和江策谈恋爱时 我说过 一次不终 终生不用 余瑶入职半个月 不可不说 她的能力还是有的 签了一个大单 经理说是要给余瑶庆祝 顺便欢迎余瑶 看吧 这就是职场 看人下菜的 经理这次下了大手笔 包了一个小宴会厅 还请了不少合作的老总 余瑶还给经理提议 这一次可以带家属 这一操作 又圈了不少粉 就连以前对她有意见的女同事 也改观不少 我下班回家随口给江策提了一句 没想到 江策死活要陪我去 用她的话说 余瑶心思不正 她怕我吃亏 吃亏吗 我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 爸妈从小培养我最多的是教养 我有教养 但也要看人 周六 晚 经理公司名义 举办的是打谢宴 打着这个名义 倒来了不少老总 当晚 余瑶一身金色鱼尾裙 艳压当场 不可不说 余瑶年轻 脸蛋身材都不错 加上裙子的加持 期间有不少老总搭讪 最后是一个年经富二代 抱的美人归 我不喜欢这种宴会 总觉得太吵 我和江策窝在角落里 吃着甜点 时不时的和江策说 这个不错 江策记住我的口味 见我吃完 又给我投胃 俗话说 有些人就是贱 非要撞上来挨骂 这不 余瑶挽着那富二代走了过来 余瑶踩着恨天高 整个身都像是要挂在富二代身上了 她高傲地朝我看来 西姐姐 怎么不到前面去喝酒 没关系 经理都说了 业绩是整个部门的 我真是想翻个白眼 不就是签了二百万的合同 瞧她的尾巴都要撬到天上去了 江策想说什么 被我按住 我坐直了身体 余小姐 你今天穿的余卫裙都遮不住你尾巴 真是可惜这么漂亮的裙子 你 都是聪明人 哪会听不出我的嘲讽 她身边的富二代见美女生气了 自然要表现 她不越看着我 小瑶 别和这种没教养的人生气 难怪她没业绩 不像你 一来公司就签下大单 我也懒得和她们争论 有个词怎么说来着 掉价 我随便点头 嗯 你们都说的对 对了 帅哥 你可要看好你这新女朋友 毕竟 她可是最喜欢别人的男朋友 富二代面上一案 鱼妖慌忙解释 男哥 你别听胡说 你是我的初恋 我听不下去了 嘖嘖 余小姐 你的初恋可真掉价 鱼妖气得脸青红 露西 你闭嘴 我耸了耸肩 这怪不得我 是你特意撞上来的 鱼妖剑讨不到好 又怕到时 我又说出什么话来 撒娇拉着富二代离开了 我不过是觉得 荔枝味的饮料味道不错 多喝了几杯 江测就给投喂 见我喝完 又给我拿来一杯 这不饮料喝多了 想上厕所 走廊里 我总觉得有人跟踪我 可我回头 又没看见人 直到 我上完厕所 开门时 却发现门打不开了 我眉头微醋 猜到是谁的手笔了 真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伎俩 我拿出手机 给江测打电话 却发现这里没有信号 虽说没信号 可有无线网啊 我给江测发去消息 让他来给我开门 可两分钟过去了 江测没有回复 按理说 江测把我的消息置顶了 会很快回复了 又过了几分钟 江测也没有回复 我给江测打去视频 依旧没有人接 我眉头醋得更深了 我在里面呼救着 却也没有反应 半个小时后 我依稀听到门口有人说话 听说了吗 前面宴会厅出事了 有人强奸 听到这 我心都被提到嗓子眼了 难道是江测出事了 我大声叫着 引来了注意 是两个宝洁礼仪 在他们好奇的目光下 我跑回了宴会厅 结果还没有进门 我就撞上了一个熟悉的怀抱 是江测 我心里的担忧终于散去 抓住江测的手 怎么回事 江测此时 气息有些微喘 他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 是余瑶 小夕 我们回去吧 我感觉到江测的不对劲 也没有心情关心宴会出了什么事 我给经理发了一条消息 就扶着江测回家了 一路上 江测很烦人 恨不得整个人都挂了我的身上 回到家 江测就扑了上来 我推了推他 洗澡 洗澡 可江测不听 缠着我就滚床单了 凌晨三点 我是被江测的电话响醒的 我身体软得很 不满地推了推江测 江测也被吵醒了 语气不好 谁啊 警察 江测重复一句 我和他瞬间就清醒过来 我们相视一眼 只听见江测回了一句 好 马上过来 我心里大概猜到什么了 江测也不惊慌 坐起身来 替我理了理被子 他安抚我说 小夕 你先睡 等我回来给你带你喜欢吃的那家包子 我虽猜到是鱼妖搞的鬼 但心里还是有些担忧 又怎么睡得着 我拉住江测的手 我陪你一起去 江测看着我的眼 最终还是妥协了 好 派出所里 并没有看到余瑶 据警察说 受害人在医院 警察是分开询问我和江测的 我也如实回答警察的问题 警察问路女士 昨晚8点40你在哪 我想了下 拿出手机 打开我和江测的聊天记录 我应该是8点20离开宴会厅的 我上了厕所 就发现厕所门打不开了 我给江测发消息打视频 她也没接 是后面两个宝洁阿姨经过 我才出来的 警察坐着笔录 点头 嗯 好的 感谢路女士配合 等我出来 没看到江测 却看到了江测家二奶奶 她抱着余瑶的妈妈 哭得像是死了儿子一样 嘴里还骂道 春秀啊 我不知道江测这小子是这种人 天杀的 小瑶多好的女娃娃 她都吓得去手 警察都还没有定江测的罪 她的亲二奶奶就一口定了江测的罪 我黑沉着脸 还真是不知可畏 在派出所都敢口出狂言 二奶奶 你是亲眼看见江测下了药吗 还是亲眼看见江测强奸未遂 是的 余瑶告江测给她下药强奸 她反抗逃离下 被富二代强奸 富二代肯定不承认 说是余瑶自己扑上来的 正好房间外有监控 可以看出富二代说的不错 再加上富二代的家事 富二代无罪释放 最后 余瑶一家就讹上江测了 来的路上 江测简单给我说了下来龙去脉 江测说 小夕 你去上厕所后 我喝了你桌上的饮料 两分钟后 余瑶过来告诉我 你被锁在厕所里了 我跟着她去 结果才走几步路 我身体就燥热 余瑶同时眼神迷离 整个人都扑在我身上 我担心你拼尽力气推开余瑶 然后就撞上你了 我听后 得出结论 所以 余瑶一开始是想算计我 可没想到你喝了代料的饮料 所以她才转移了目标 江错就错 江测眉间深邃 可能是吧 下车时 江测突然来了一句 幸好是我喝了 瞬间 我红了眼眶 警察同志 他是帮凶 快抓住他 他是害女儿的帮凶 我的手腕被人抓住 拉回了我的意识 余瑶妈妈那红肿的毛子 全是恨意 期间 二奶奶还帮衬着 警察同志 你不知道 这露西 抢了我家小瑶的男朋友 还窜着江测 给小瑶下药 是他 都是这个小三的错 余瑶她妈被二奶奶窜着 就朝我身上扑 若不是我躲得快 我的脸都被她抓花了 但脖子还是没有幸免 被她抓了一条血痕 我吃痛微醋梅 警察叔叔 我要告他们故意伤人 还有诽谤 警察看到情况 分开了我们 再一听我的话 警察有些为难 陆女士 受害人家属是情绪不稳定 你见谅 法不外乎人情 所以警察下意识的偏向受害者 可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江测吗 我冷下眼 警察同志 我和我男朋友都是清白的 他们是诬陷 我会告到底的 还有 警察同志 刚才他们出手伤我的监控有吧 那是证据 警察一听我这样说 也没有再劝说 嗯 好的 陆女士 不到半个小时 江测出来了 警察调查宴会厅里的监控 这件事情跟江测无关 是余瑶自导自演的 当听到这个消息 余瑶她妈瘫软在地 嘴里念叨着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家小瑶是被冤枉的 说余瑶蠢吗 她又知道下药 现在哪里不是高清监控 她也敢下手 江测看到我脖子上的伤 脸更加阴沉着 搂过我的腰 她朝警察说 警察同志 我们现在要反告余瑶下药 想毒害我女朋友 我喝的那杯饮料是证据 二奶奶见状 连安慰余瑶她妈都没有 就跑出派出所了 下午 警察因余瑶还在医院 所以直接去医院给余瑶做笔录 余瑶承认是她下的药 但她没有承认 她想害的是我 晚上 我去看了余瑶 她眼神有些迷离 我坐在床边 缓缓说 余瑶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反正你的罪是定的 余瑶 你可真蠢啊 就算我和那富二代上了床 你信不信 江测也会娶我的 果然 余瑶听完后 愤恨地坐起身来 扯下手上的针 就想朝我扑来 但被冲进病房的江测推倒 她神情哀伤地控诉着江测 江测 你好狠的心 明明小时候 你说过 要娶我的 这些年 我一直在等你 是你 是你背叛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江测冷笑 余瑶 那是小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玩的过家家游戏 而且和你玩过家家的那个小孩并不是我 游戏里我是你哥 游戏而已 只有你当真了 真是可笑 江测告诉我 她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是余瑶年纪小 再加上大人无意兼提 她就认为是江测 我听后 根本不同情余瑶 她是想毁了我 从让江测厌恶我 却没想到是江测喝了饮料 她就将错就错 把原来要给富二代的饮料自己喝了 想和江测来个生米煮熟 最后利用责任让江测娶她 可最后她还是失败了 算起来婚姻又怎么会成功 余瑶疯了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余瑶她妈时不时的就在小区里抹黑江测 虽说大部分人都知道原委 可还是有人会相信 都会在暗处指指点点 我和江测的婚期定了 十月国庆节 当天 余瑶她妈在小区门口拉了横幅 横幅内容是 小三上位 逼疯我女儿 祝她们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当时 我并不知道 还得谢谢二奶奶特意在我面前说的 我看向二奶奶 目光冷冷 二奶奶 你还真当余瑶是你亲孙女 看来之前还是我心慈手软了 上次在派出所 我本来是想告余瑶她妈和二奶奶 回到家 冷静了下 还是软了心肠 余瑶也得了惩罚 二奶奶毕竟是江测家的亲戚 我就算了 我和江测的婚礼是临时决定的 因为我怀孕了 所以有些匆忙 江测父母担心我的身体 不想折腾我 就在我们婚房附近酒店办 江测家小区里没人知道 只有亲戚知道 所以 这手笔怕也有二奶奶参与吧 这次 我不会再手软 直接联系了一家影像公司 放了不少余瑶的好照片 照片上是余瑶为了签单子和那些老总玩的一些小游戏 甚至之前宴会上余瑶下药的视频警察存档了 我们拿不到 但这些照片足以让所有人闭嘴了 照片也不是我拍的 是和余瑶一起去谈合同的同事拍的 江测找到这同事 从他手里买的视频最后 是我发言 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 瑜伽这份大礼我很喜欢 不知道瑜伽喜欢我这份大礼吗 本来我并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毕竟瑜伽和江家也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 以后抬头见低头见 我这一手笔 瑜伽没脸再待在小区 最后搬走了 我的婚礼很顺利 只是有一个小插曲 婚礼进行前 保安把二奶奶一家赶了出去 我还告了二奶奶诽谤 故意伤人 新婚第一天 江测爷爷来了 他豁出老脸 小夕 别告你二奶奶 他年纪大了 毕竟江测爷爷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我点了点头 爷爷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以算了 但他们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五万元 不然免谈 江测爷爷还想说什么 江测替我加了一个包子后 朝他爷爷说 爷爷 现在小夕怀孕了 受不了刺激 你还想不想抱曾孙 江测爷爷自然想抱曾孙 他抿了抿唇 行 我不管了 小夕 你别生气 保重身体 爷爷改天来看你 爷爷慢走 下午 江测爷爷又来了 这一次拿了五万元 我满意收起 撤了诉 当天 我揣着五万元 给孩子买了很多东西 九个月后 我生下女儿团团 那么小的一团 是我和江测爱的结晶 坐月子期间 婆婆什么都不要我做 把我照顾得很好 团团也很乖 都没有让我熬过夜 婆婆和公公说 团团是来报恩的 我爸妈见婆婆 把我照顾得很好 说是要去西藏玩一个月 等他们回来参加孙女的满月酒 和爸妈视频时 我看着视频里的白天蓝云 还挺漂亮的 看着全家那幸福的笑容 我依偎在江测怀里 真好 能遇上江测一家 是我的福气 江测似乎知道我心中所想 她亲吻着我的额头 露西 遇上你 才是我们的福气 我笑着回应 嗯 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的福气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